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壢的新站 還在新建當中還沒有完工 今天要來中壢的火車站附近找美食 等一下就帶大家到處逛逛找一下美食試吃 現在所佔的位置是在中正路的火車站旁邊 這裡現在的這個劉佳潤餅好多人在購買 我等一下再回來排隊 我們先來試吃這一家鐵路沙威馬 他有跟老闆詢問一下是否可以拍攝 他說可以 老闆請教一下所謂的騷威馬 他是雞肉嗎 對 他是好像是算是一種工夫菜嗎 要製作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家的會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家的會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家的朋友先煎 他們煎到沒有煎 喔這有煎過的 對 這是煎的 那他那個看起來像咖哩色 是因為有咖哩的味道 對 喔 他這算是哪一個國家的啊 土耳其喔 喔 從土耳其傳過來了 這好像是看起來像新鮮的麵包齁 對 都是 當天的 當天的麵包 好 菜單 貼心喔 老闆這個紅茶是自取不用錢喔 對 有買才可以喝嗎 其實也有 會有人沒有買還是喝一下沒關係喔 老闆很佛心耶 就表面把它烤得比較焦香一點 對 會比較 比較香 喔 嗨 很幸運的找到地方試吃了 麵包是軟軟的 還有番茄醬啊 整體感覺有一點點偏鹹 它的食材還蠻新鮮的 但是有一點小小可惜 就是稍微乾了一點 我覺得老闆的這個醬汁裡面的濕潤度啊 應該可以再提高一點這樣 好 我们继续找下一家 排队的人终于减少了 赶快来排队一下 找到地方来吃润饼了 这个润饼超级大的 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刘家润饼 刚才看老板在包润饼 几乎是所有的料能够塞越多越好 然后人又超级亲切的 真的不错 还没试吃就先给一个赞 馅料放好多 后面是中立的新火车档 因为高丽菜很新鲜 然后润饼皮是以现做的 真的不错 主要是50元 然后分量很大 然后食材又新鲜 CP值还蛮高的 味道刚刚好不会太咸 还没吃到一半就吃好久 好嫩的高丽菜 等一下出发下一家 这整个道路还在弄捷运 用了好久 接下来我们继续试吃另外一家的润饼 这一间是大润饼 主要是50元 来试吃这个大润饼 刚才我先打开来拍照了 哇 他这个是用这种袋子装的 结果打开的时候一直滴水 他高丽菜跟刚才那一间比的话 他稍微脆一点 吃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他这里面啊 下面不是做胶带套着 一直掉汁 刚才裤子都撕掉了 这一家的料啊 他的味道吃起来口感有微甜 喜欢吃一点咸咸甜甜的人 可以选这一家 然后高丽菜比较脆 两家都还蛮好吃的 如果是以分量来比的话 刚才的刘家分量比较多 这个也差不多 跟刘家比分量少一些 如果你很在意高丽菜的脆度的话 比较脆的是这一家 两家的话依照口味的喜好程度的话 我比较喜欢这一家 因为高丽菜会稍微脆一点 然后它的味道会稍微微甜 但是两家都蛮好吃的 一份五十块 有来的话两家可以买来试吃 挑选你喜欢的 好 下一家 我们现在要从旧的中平车站的对面 来进入中平商圈 进入中平商圈找美食试吃啰 来试吃一下这个蔬菜蛋饼专卖店 刚才跟老板点了一个原味的 招牌蔬菜蛋饼就是这一个 我点了这一个 刚买的热腾腾的蔬菜蛋饼 这个一打开之后香味超重的 超级香的 哦好香哦来试试看看 刚刚有一个小弟弟也询问说 一心葱油皮在哪 嗯 很酥脆 这个跟一般的蛋饼不一样 它应该有点算是 脆皮蛋饼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脆皮 老板也附这个酱汁 沾一下酱汁 有点蒜蓉的味道 脆皮脆脆的我满喜欢的诶 然后脆皮脆的 然后里面包菜 嗯 这个好吃的我喜欢的 这个我会回购的 我点了这是原味隐藏版的 菜单上没有 嗯 好吃 赞 从这里看到一多人在排队 刚才进看去研究 居然红豆饼三个十元 难怪那么多人排队 现在居然有这种价钱 买一下这个看起来很好吃的脆皮甜甜圈 先来试试巧克力脆皮的甜甜圈 嗯 还不错吃耶 一点点苦一点点甜 这个巧克力我还蛮喜欢的 蛮好吃的可以买来试试看哦 喝完手之后试吃这个鲜奶的 脆皮甜甜圈 鲜奶味还蛮香的还不错耶 有点类似些微的奶粉 但是又有点甜甜的奶香味 好特别的这个鲜奶粉 这个脆皮好吃的 吃这个记得要配一下咖啡或是茶饮 因为它吃久还是有点甜 超级便宜的红豆饼三个才十块钱 买来试吃看看 一路口啊 一咬开啊 被这个奶油给烫伤了 超级烫了吓到我了 它皮还蛮脆的 买它的红豆饼是真的 要小小口的咬 然后冒烟之后再吃 不然真的会烫上 这是菜脖的 三个十元的菜脖红豆饼 真的超便宜的 喜欢吃菜脖的人直接买菜脖来吃 三个十块钱 老板我刚才问他说 怎么卖这么便宜 他说薄利多销 如果你只有十块钱 你还是可以买到三颗红豆饼 酷吧 赞 最后一家来试制一下这个 泰式奶茶 然后加豆花 传统豆花跟泰式奶茶在一起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选的是这个品泰奶豆花 然后料是二选一 我选了芋圆 现场这边啊 有桌子可以站立的在这边吃 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这边试吃 品泰奶来了试吃 这个是豆花 然后我家点了一个这个 芋圆 先试一下豆花看看 有黄豆的香味 喝一下这个泰式的奶茶 还蛮香的耶 这个泰式奶茶 甜味大概七分甜 但喝会有点甜啊 要搭配这豆花一起试试看 黄豆好像是无糖的 所以这样子搭配起来还不错 芋圆就正常为QQ的 豆花分量还蛮多 大概放了七分满的豆花 芋圆大概有六颗以上 泰式奶茶芋圆豆花来一口吃 嗯还不错 这个豆花加奶茶一起吃啊 意外的搭配也很好吃试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它这个奶茶没有另外加冰菜 就凉凉的 吃起来浓度比较够 还蛮好喝的 喜欢泰式奶茶的人 也喜欢豆花的人 可以来试试看哦 很好吃 今天来中英火车站这边呢 试吃美食呢 就试试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的分享呢 记得按赞和订阅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集见 哦好吵哦 好吵哦